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日本政府没有跟当地居民沟通 就要在他们家盖机场的跑道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开幕片 它的背景然后现在有什么新发展吗 这个片子其实是我们今年策划的一个单元 叫再见小川生界的其中一支 那小川生界它应该是亚洲 或是说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纪录片导演 那他的一生其实拍了大概20部纪录片左右 从1960年一直拍到他过世之前1992年 那他对其实亚洲的纪录片工作者来说 有很深远的影响 譬如说他觉得时间是纪录片里最重要的因素等等 那今年我们策划这个专题的时候 获得日本朋友告诉我们一个消息 就是说他过去的一个摄影师叫大金姓四郎 今年拍了一个新的作品 是去回溯1966年 当日本政府要盖成田机场的时候 他是强迫征收山里种的农地 然后引发了大概10年或20年 甚至到现在40几年 有一群人持续的在抗争 不肯搬走的故事 那这个片子就是在讲说 从1966年到现在 这些持续在抗争的人 持续在山里走不肯搬走的人 他们的心情是什么 然后他们怎么回忆过去 那这个片子其实在全世界都还没有曝光过 它是今年在我们的影展会做世界首映 所以我们暂时把它选为我们的开幕片 那对于我来说 其实这个成田机场抗争事件 它是日本应该说近代最惨烈的一次抗争 最惨烈怎么说呢 就譬如说当时候 因为政府没有告诉农民说要征收他们的土地 所以是强制征收 以至于农民的反抗非常的强烈 他们觉得政府 他们那么信奉的国家怎么可以这样 这样那么 对待人民 对对待人民 所以当他们发起抗争之后 全日本的学生运动还有社运工作者 其实是完全支持他们的 以至于他们抗争了大概有七八年之久 完全都在对抗这件事 那惨烈是说后来日本也出动了警察 跟他们有很激烈的肢体冲突 譬如说有一些老婆婆 他们会把自己绑在树上 不愿意离开这个土地 他们会用铁链 铁链把自己练起来等等 所以那个暴力或者是说你可以 你从小川的作品是可以看到第一线国家暴力 是怎么对待它的人民 那这一部从四十年后回去重塑的 其实它更多带给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间的样子 以及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他们四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动人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自己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因为像台湾 我相信近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像大浦事件 对 那桃园现在又要盖航空城了 有几千几万户的人要被牵走 这些东西其实 它虽然是好像看起来是过去的事 可是对台湾来说 它应该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 尤其是刚刚木才讲到这个抗争是 大约在快要半个世纪之前 这群人现在还住在那里吗 对 依然抗争中 是 他们的抗争当然转化了一种形式 这个形式就是说 我持续要用我的下半辈子住在这里 让政府没有办法征收我的土地 他们还住在那边 政府并没有成功征收吗 对 所以像机场的跑道要盖的时候 事实上跑道应该是直的嘛 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征收他的土地 所以跑道绕了一个很大的弯 对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说 当你政府没有依照正常的 公平的程序去做的时候 其实政府跟人民都会有 都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对 木才讲到政府跟人民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件事情 其实今年的太阳花学运 也让我们学到很 其实几乎就是整个全台湾的 再一次重新复习上课 对 有关于对 这么多公民不服从 或者是民主的意见表达这件事情 那其实之后也有很多的艺术家 今年很多艺术家 他们的艺术创作也都跟这个学运有关系 我们今年也选了其中一些纪录片导演 为这个太阳化运动拍的纪录片 对 今年我们主要有两部 应该说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当时候占领立法院之后 其实纪录片工会发起了一个叫 太阳不远的拍摄计划 那这个计划进行到现在大约半年了 那有部分的作品 它是一个短片的集结 有部分的作品会在我们影展做第一次的曝光 然后第二个是其实非常有名的录像艺术家 影像艺术家袁广明先生 他在立法院要撤退的前一天 其实他有进到异常去 他拍了一个短片叫做 《占领五六一小时》 那这个片子是拍摄只有六分钟 但是他拍摄了立法院内 从无到有 或者是说他用一种非常特别的视角 在拍摄这一段占领的过程 作为一个录像艺术家 他的手法跟观点 可能会跟纪录片的导演又更不一样 对不对 像一般纪录片导演 他比较强调的是事件 故事或者是题目 他怎么去分析或者是切入这个题目 可是像录像艺术家 他会想的是说 他在影像上要怎么让观众感受到 现场的状况 以及影像有没有办法呈现过去 现在跟未来 所以他像《占领五六一小时》 他是用一个 就是类似空拍的镜头 拍了立法院 从立法院的二楼 俯看 然后到一楼 然后再回来 那里面他也用了一些特别的说法 让我们看到 有人的时候跟没有人的时候 对 所以其实从开幕片到 你们会选 选择这些太阳花相关的纪录片 我们如何回应再见真实这个精神呢 再见其实对我来说 他第一层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先充分的理解你身边的事情 你遭遇过的事情 或者是说在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你才有办法跟他say goodbye告别 你要真实的面对他 并且了解他 不然你怎么知道你要遗忘的是什么 是 没错 所以对影展来说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应该是试着把旧的作品 或者是我们不熟悉的作品 重新让观众有机会接触到 那第二个是说 刚刚我们像 我们会引入一些像袁广民先生 那样子不一样的创作 所以让观众会有机会去思考说 纪录片的形式到底有哪几种 或是他的多元程度到什么阶段 你才有办法用新的眼光再次见到 真实是什么 其实影片后半段是最打动的 当这些运动员他也希望有自己 比较娱乐或休闲的生活 也希望有爱情 也希望渴望跟一般的人一样 获得很多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在运动跟生活之间 产生一种很大的挣扎 这次影展其实有国际竞赛 亚洲竞赛跟台湾竞赛 我们想要谈亚洲竞赛这部分 其实竞赛很激烈 片子也很多 我们特别想要介绍山上的小女子举重队 那是一个很... 对 它是一个可能有点可爱 但又会让你心碎的电影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精彩片段 因为我们参加就为一个冷练运动 我爸爸那边的姐妹又很不喜欢我妈妈 就都笑他姐姐女生 我就跟他说 就要照顾好身体 你一定要撑住 要看到我站在最高的地方 外一挖装在里面 这次就担心去那个国家 新的环境 他容易会胃痛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说 就身上给他带一包图 他的害怕他不会... 他不会讲 只非我主动跟他讲 他就会说对 是 我没有在威士忌拜找借口 那时候看到台队我真的很吓到 我以前永远都是最胆小那个 永远都是那个 冰冰最矫悦的那个 是自从收敛举重吧 可以让我比较有自信心 比较有那个勇气 勇敢 所以我要改变自己 整局都假如举重退 我说我要变强 那他觉得对 站好 站好 充实地接进去 站好 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 压制这个东西 这个... 那个恐惧跟感觉 那个恐惧就一直在 跟我要进一步了 这种受苦的孩子 或者是无助的老人等等 这样的题材都还蛮 会让人很不忍心这样 可不可以先请木材 帮我们介绍一下 OK 这个山上的小女子举重队 这部片它其实是 台湾唯二进入 我们的亚洲视野竞赛的片子 然后我记得当时候 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片子的时候 讨论非常久 非常激烈 原因就是说 这个导演其实 他的拍摄技巧并没有特别好 可是他却用自己的时间 还有自己的生命 好像跟这些他拍摄的主角 交换了一段青春 那这个青春是说 你从片子里可以看到 他拍的是举重队 举重队员他们在训练的过程 而且这些举重队员 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族群 好像是他们得寄托一种 比较运动的方式 或其他的方式 才可以从他们原来的处境里脱颖而出 或是获得一些新的资源 然后我们在看这个片子 其实感到很薪水 也会回想到台湾的状况 然后第二个是说 其实影片后半段是最打动的 当然这些运动员 他也希望有自己 比较娱乐或休闲的生活 也希望有爱情 也希望渴望跟一般的人一样 获得很多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在运动跟生活之间 产生一种很大的挣扎 他一定得要二选一吗 对好像在他们的那个目前的状况 处境里是这样没有错 那你就会发现 可是教练还是得逼迫他 或是说告诉他说 你必须做出什么选择 你未来的人生才会怎么样 这可能是他们脱贫的唯一入境 对所以我们在看就会 忍不住也想到自己的处境 然后也会觉得很感同身 尤其是导演非常细腻地拍到他们 他们在那个状态下面临的各种选择问题 跟增长 对 其实非常棒的片子 嗯 其实台湾这几年纪录片 真的都很出色 像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山上的小女子的举重队 还有其实这次在影展当中 还会有很多精彩的台湾纪录片 包括有一部片子 我自己非常好奇 叫做山海经 对 山是山除的山 对 可不可以请墓才帮我们 介绍一下这个纪录片 这个应该是台湾片子里 算是非常特殊的一部 那他拍的是 他的山就是像主持人讲 是山海 就是把山去的那个山海经 那他引用的当然是原来的那个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 独本山海经的转译嘛 那这个片子拍说 金门其实它有一个 活了数千万年以上的活化石 叫做后 是 然后后这个东西 它对金门来说是一个特别的生物 可是这个生物在金门 已经活了千万年 可是现在金门却因为经济的开发 必须要盖一个大的商岗跟商城 以至于会去撲灭它原来的生活 争存环境 那这个商岗背后的利益 其实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片子 其实它虽然在谈生物或环境的问题 可是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是经济开发 对 台湾跟中国的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 你都从这个片子里去隐喻到很多 其实就是当代台湾的处境 对 那这片子有趣是说 它用那种很奇怪的生物 来隐喻这些事情 第二个是它其实在片子里加了动画 动画跟导演自己的旁败 所以在层次上它变得更丰富了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通俗好看 可是却具有政治和环境意味的片子 对 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台湾的纪录片很精彩 在之前其实剧情片塞德克巴莱在上映的时候 引起非常非常大的回响 塞德克巴莱其实他片子结束了 但是事实上这个故事还没结束 汤香竹导演帮他拍了一个真实版的余生 对 这个汤香竹其实是当时候拍赛德克巴莱 最重要的一个录音师之一 那他其实早期他也拍像海的多深 山有多高 路有多长 这一系列的纪录片 那他的特色就是说 基本上他都会用非常古典的方式去做访谈 然后希望回溯当时候的历史 那像余生这部片他其实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他走访了塞德克的各个部落 然后用口述的方式去访问曾经经历 或是未曾经历只听说这些物色事件的人 他们到底现在的想象是什么 可是这个影片最终 其实他最打动我的是他去追探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我们是谁 我们从何而来 那对于像你看像台湾这么复杂的文化脉络 或是这么复杂的历史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追问我们是谁 所以这个片子他跟塞德克巴莱其实有关系 可是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作品 提到新疗的歌他本身练议 明 thermal没有切禁论 aronism 公司跟塞德克所有关系 炔政府降线 公司跟塞德克意 俘识码旺 Mannuni Lufa Mannuni Lufus Mannuni Lufa Mannuni Lufa Mannuni Lufa 所以你的爸爸也是做了這件事情 Mannuni Lu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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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纪录片跟这个土地 是有很强的连接性的 你从片子里看到的 基本上都是社会里发生的各种事情 那我刚刚讲公民医师抬头 也就表示我们会更关心这个社会 我们再回来讲小川生计的导演 除了《活在三里种》之外 刚刚木才有讲到很多他的其他的作品 我们这次也会一次在影展里面呈现 今年我们选了十一部作品 其实他的作品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是他早期是在电影公司 大型的电影公司工作 可是因为电影公司总是对他们要求很多 你只能拍什么什么不能拍等等 所以他就有点想要离开这个电影公司 变成独立制作电影的状态 所以他在60年代就离开了电影公司 然后跟一群志同道好的人一起拍电影 那最吸引他的其实是运动这件事情 就其实60年代就开始 日本就开始有很多的学生运动 所以他像他早期拍的像青年之海 压制之声这些都是记录青年运动 学生运动 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1966年开始的三里种机场抗争事件 那他跟那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其实他们就直接搬到了三里种去住 并且跟农民住在一起 所以他拍到了非常多第一线的警察 是怎么跟他们对抗的 或是他们内部的问题是什么等等 这是他第二个阶段的片 我们姑且称他为三里种系列 那第三个阶段其实当这个抗争事件结束之后 他在70年代之后 搬到了日本当时最平级的一个村子 就是山形的那个地区 他希望拍摄农人的生活 对 可是事实上他的电影一直在强调说 我的电影要怎么让观众进到 所谓影像的世界里 所以他一直不停地在追寻各种方式 像科学实证的方式也好 或是他当警察跟农民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甚至站得比农民还前面 因为他要让观众第一线感受到 警察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第三个阶段拍摄三行的这个村子 农村的时候 他想到的是说我希望成为农民 我才能够真正派出农民在想什么 所以他几乎花了11或15年的时间住在农村里 然后每天种稻拍片 然后用各种方法去研究 到底要怎么样让稻米可以收成更好等等 然后他的片子通常都在讲时间 然后还有永恒是什么 那些农村里留下来的日本文化是什么 所以他之所以被大家尊敬 不只是因为他拍摄的议题 同时也是因为他不断地在影像上 做新的尝试 那这些片子 距今大概也都20年以上了 可是你现在回头看 你还是会发现非常有味道 而且非常前卫 这就是他之所以被称为大师 还有他作品不朽的原因 对吧 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有讲到一个主题是 台湾这几年的纪录片 蓬勃好看 甚至有一些拍得比剧情片还要杰出 木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台湾这几年的纪录片 为什么会品质跟数量都很多 很好的原因呢 我觉得是说 第一个是公民意识抬头 我觉得社会公民意识普遍比较好 那第二个是说 纪录片其实经过这几年 从2004年像《五米乐》啊 《生命》那样子的片子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这些所谓旧的作品也好 或是旧的效应也好 它让观众更知道说 其实纪录片跟这个土地 是有很强的连接性的 你从片子里看到的 基本上都是社会里发生的各种事情 那我刚刚讲公民意识抬头 也就表示我们会更关心这个社会 然后纪录片又是用非常独特 或是导演的视角 然后加上很吸引人的影像 去构成的一个文化形式 所以像在院线上 这些片子有很好的票房 然后在电视上 或是在各种影展里 其实纪录片里都不曾缺席过 甚至像前阵子才发生的事情嘛 李慧仁导演的 《不能说的秘密2》 他甚至拿到了 拿到了台北电影节的百万首奖 这是连续第五年纪录片拿到百万首奖 所以你都可以看到 不管在值或量上 台湾纪录片都是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 在今年的影展里面 你有没有个人片单最想推荐 我觉得有件 当然除了《小川生界》外 有两个专题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 一个是我们今年有一个专题导演叫做 Alan Berlina 艾伦伯琳娜 他是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 然后从事创作也大概超过30年了 他是专门用旧的档案资料片去剪辑而成的纪录片 有点实验有点前卫 可是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他多次在国际影展上 获得非常大的荣耀 而且他会到台湾来 是 这是非常难得 不要错过 对 千万千万不能错过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们今年策划了一个 中国独立纪录片单元 那在中国拍纪录片的状况 其实比台湾要艰辛很多 因为他们也有言论自由的控管等等 所以我们今年选应了22部 从2005年到2014年的中国独立纪录片 这些纪录片其实在 不管你在其他世界 其他国家或是其他地方的影展 你基本上都很难看到 因为他们在中国都是地下 地下电影的状态 所以这小川 然后Alan Berliner跟中国大人 是我们今年算是非常大的重点 对 未来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也会从两年一次变成每年举办 对 非常期待 谢谢你们 每年都要带来很好看的纪录片 一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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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